中文字幕 李宗盛 我是朱柏谦 2006年毕业于阳明大学的医技系 那我现在呢 其实任职在一个国际医疗器材的公司 负责一个海外业务 刚才三四年前有进入阳明大学的校友总会 我印象蛮深刻 其实一开始在总会里面 多半学长姐都是医疗相关体系的人 在很多校友会的交流 我们开始有跟交大的校友会 互相有一些参会 有一次的茶会 有遇到那边的几位创投的董事长 当时他有提到 他有投资一个医疗产业相关的一个技术 它是一个电子跟脑科学的一个创新突破的公司 当时印象就是 其实这样子两种不同的knowledge 可以创造的东西是之前有把他想到的 我是业务体系的 所以其实对于不同领域的人 怎么要找到一个新的需求 这个是一个蛮重要的技能 我蛮鼓励之后不管是哪一个校区的学员 很重要是利用这样子的一个很珍贵的资源 去达到更多更多交流的可能 你不会想象到未来你可能面对挑战是什么 但是唯有在现在这个时候 你多多的累积自己的人脉 多多累积自己的knowledge 你未来才会比较有可能去克服更多的挑战 我是交大电机06级毕业的吴哲宇 我是一个深层式演算法的艺术家 因为其实在交大电机读到大三了 所以有一天晚上我在lab里面很绝望 我就觉得说我好像不想要一辈子 都在帮人家使用工程解决问题 那我更希望能够透过一些方式 留下自己的感情跟故事这样 所以在那之后呢 我就不管是创立了互动网页公司 那或是在把我交大电机的所学一些工程的学识 带到新媒体艺术做这种软硬体的装置整合 那都对我有了非常大的帮助 毕业之后的研究所 其实我很常去用到这些系统跟讯号的概念 那我觉得这些都是交大电机系统性的这种training 带给我的影响 那交大是一个很宝贵的环境 不管是在回销前还是回销后 我觉得有这些资源啦 它都在那边了 那只差你有没有更努力的去探索自己想要什么 然后回到自己在的这个大学的环境 努力的去连结 把它抓在手里面 你越早可以收集到这些 那越早可以去找到一些人生真实的渴望跟突破